就是重点读跟写 然后再来就删资料 删除哪些资料 然后再来就修改资料 最后就是讲到有个叫全省邮局地址的那个 这个合并的部分 所以上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是把25个全省邮局地址的文字档 那我有一个需求 我是希望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 然后第二个是再把它分割 分割还没讲 所以上次好像讲到合并 那大概合并这件事情 应该每天都会有用到的机会 而且太多了 那分割一样 我发现除以资料第一件事情 除了那个读跟写之外 再来就是合并跟分割 我发现好像常常都是合并分割 那合并分割 常常遇到就是工作 类似工作表 Essale里面的话就工作表的合并 比如说你要可能把25个工作表合并成一个工作表 那怎么办 以前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话 就Ctrl-C,Ctrl-V,Ctrl-C,Ctrl-V OK 那问题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就一个回圈 然后指电范围给它 然后写到哪边去 那做完就合并 把合并过来的东西删掉 那不是要合并OK了吗 那当然以前可能资料量没那么大 迫切性没那么高 可能25个你想 25个我写个程式 我倒不如自己 就是弄一下应该OK 所以会懒得写 可是如果增加数量是250个 或2500个的时候 你应该就不会想要用图法链钢的方式了 你可能要写个程式吧 那刚刚不会写程式的人 没有概念的人 可能是不是就找一个工读生来帮忙做 每天都在 真的我发现 企业很多人 他做的事情每天都在重复 有没有 那你何不如就找一个会写程式的人 帮你写完就好了 这件事情第一个彻底解决 第二个你不用再请一个这样的人力 所以我觉得程式会被重复性不复杂的工作 一定会被取代 好像工徒生的工作好像比较容易 因为工徒生本来就编制 不是一个固定编制嘛 但是比较会需要的 就是那个懂得工徒生在repeat什么东西的 那个工程师 那那个工程师可能就写点简单程式 那这样的话呢 第一个啦节省人事开支嘛 第二个提升工作效率嘛 效率怎么会不好 你会发现整个企业检讨下来 哇很多人每天都在做一些 很没有效率的事情 那当然 讲的太直白是叫容缘啦 可是他也没有 还是编制内的 尤其像一些公务间 他也比较就编好 你不可能突然把它 那 而且城市很难纳到一些比较不open的单位啊 但是比较open的单位 我觉得像你们这样的单位就蛮好的 应该蛮自由的 而且每个人好像做的事情 其实都还蛮有弹性的 好像刚刚听你们讲 还要充当总机是不是 所以其实这样一个人 可能抵很多人嘛 但这有 像以前创业的时候也是这样 创业时你什么事都什么都要做嘛 所以以前 我在有一段创业期间 真的就尽量少请人 那很多工作都自己写 所以我发现 你要把城市练好 一定要找自己的麻烦 脱离舒适圈 马上你就会大大进步了 因为你要赚钱 你一定要省人力 然后你一定要想办法 然后你要把那个城市写出来 你就钱就省下来了啊 所有东西 那时候当然云端出来 你要跟 比如说你不要24小孩有个柜台 你就是有个云端柜台就好了 然后你要做一些内部的 你就是反正都放在云端 自己迁到迁退等等的 其实都做得出来 而且很简单 第一个24小时服务啦 第二个没有费用问题 单对的话就是那个工程师 就写程式的那个人 可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再来上一次上课 最重要就是这个啦 OS.work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他会 return三个东西嘛 第一个是 root root这个名称 其实就是指的是他的路径嘛 第二个是他的资料夹数量 回传一定会是一个串列 第三个就是他的资料夹里面 有多少个档案 那会给你档名跟铺档名 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吐回来的一个串列 然后利用这个串列怎么样 去把那个三重 好像到最后到凤山吧 然后25个档分别 有点像跑个回圈 所以特别注意啦 我发现你们可能要精进的 应该是串列 第一个嘛 回圈第二个 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卡在串列 尤其是出 也没写过程式的人 写过程式的人对回圈比较有概念 但没写过程式的人 对回圈这个东西 就会是一个盲点 我发现 那当然 电脑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回圈 我觉得 因为如果你把那个 这种程式的回圈拿掉 那他说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 为什么 因为回圈就是 反复重复一直帮你做 做的数量其实就根据你定义的数量 那如果你有一个固定范围 就是用for回圈嘛 如果你没有固定范围 就用画回圈 所以这个 可以把它学好 以后应该这个 你如果这个点 这个有点像 关卡打通了 你其他应该就ok了啦 只是说这些事真的是蛮需要一点时间 那怎么可以熟悉 其实还是要实做啦 最好是说花时间想想看啦 因为真的这根脑袋的相容性很低啦 因为脑袋里面没有这种概念 没有回圈这个 就是这个功能啦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今天我们接着延伸 所以今天的话呢 就是把上一次上课的合并部分 你再把它做分割 ok 然后第一个 所以上一次有合并的部分 25个档合并在一起 有没有 合并成o.tst 所以我有两个方法嘛 还记得吗 我是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应该是三十几页这边 最后我写的程式 在这边 方法一方法二啦 有没有 在第34页这边 昨天才讲到 然后方法一是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 一个字串变数 ok 那利用这个字串变数去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呢 s等 你们先记得 一定要宣告在上方 ok 你不能宣告在里面 否则如果你在 这个回圈里面跑的话 那基本上它只要跑完一次 如果你是一个空人 那它又把它清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放在最上层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串接在这边 s等于s 再去串它得到 读到的那些档案的内容 然后再串 这个两个换行 ok 当然哦 s等于s加这个 其实你除了可以写 你也可以写成s加等于 s加等于是另外一种写法 s加等于就是等于一样的写法 s等于s加什么 意思是说把后面串好之后丢到前面的意思 不过我建议你写这个好像比较好理解 s加等于这个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写法 s加等于 这样的写法其实就等同于刚刚的那个写法 那这个写法在Java里面是适用 Java就写这样子 OK 看起来比较精简啦 可是我觉得对于 如果你是不习惯理解这样的方式 我建议你干脆写我刚刚写的方法 这样好像比较符合它运作的整个流程 你看比较能够理解啦 当然两个方法哪一个好 我建议各位你习惯哪个方法就记哪个方法 你不要记两个啦 我记我建议你就记一个 你好记不会写错的 那就记那一个 那这个意思是说 把后面的串接起来放前面 所以它会永远得到就是先三重 先放到s 然后再中立